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相关的图形 静止的时候 xt图就是一个水平直线 位置坐标没有变 代表静止 vt图的时候速度是0 因为根本没有动 等速度运动 可以分两种 前进跟折返 蓝色是远离远点 代表前进 vt图的话 速度假设向右是正的 所以在0以上 在t走以上 这里是0 再来如果折返 回到远点 则速度是负的 在t走一下 正负只是方向 不是大小 接着我们讨论等加速度 速度跟加速度 都是同方向 所以这个是加速 下面这个方向相反 这是减速 好 st图加速的时候 代表越走越快 所以图形这样子 而vt图加速度是正的 我们这样画 从静止出发 越来越快 at图这是一个等加速度 所以加速度是一个定值 而且是正的方向 而且是正的方向 接下来 减速的时候 虽然越走越慢 虽然越走越慢 但还在前进当中 所以这样画 所以这样画越来越慢 切线的斜率 速度是负的 代表速度跟加速度的方向相反 这就会有所在 继续的方向相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